欢迎大家来到韩国留学通网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将学习一套新的课程 是我们网站新推出的 名为大家一起学建国韩国语的这套课程 可能大家在详细的介绍视频呢 已经看过了 然后今天的开始呢 我们是学习的是建国韩国语的一 我们来看一下建国韩国语一的主要课程结构 主要是包括有13节的综合课 综合课呢 主要包括了课文的解读 就相当于课文的阅读理解 然后呢 当然包括了基本的词汇和语法部分 语法呢 也是通过相当多的习题 来帮助大家加深理解和巩固 然后是绘画练习 练习大家的说的能力 接着呢是拓展学习 拓展学习呢 然后大家呢会学到日常生活中 经常常用的一些词汇和一些 常用的表达方式 然后呢 课程中呢 还会了解到学习到韩国的一些 基本的文化常识等 综合课之后呢 是有七节的语法总结课 顾名思义呢 就是对语法 以及我们学过的重要的知识点呢 进行的总结和归纳 接着呢 通过大量的习题呢 也是加深大家对这些语法 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 这些习题呢 其实也可以帮助大家 为我们的韩国语能力考试 做一个准备 因为呢 韩国语很多的习题都是 至于这个考试都是挂钩的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 建国韩国语一的第一课 也是我们最开始学的课程 是吧 就是有关打招呼的课程 是什么呢 您好 안녕하세요 好 我们看一下课文 看一下 是老师和史蒂夫 学生史蒂夫的一段对话 是吧 先生您 老师 是斯蒂夫 然后史蒂夫 我们看一下两个人 对话内容是什么呢 안녕하세요 이름이 뭐예요 저는斯蒂夫이에요 你好 안녕하세요 然后这个呢 是大家在学习外国语的时候 学习外语的时候 最经常 最开始学到的一句话吧 对 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 中文呢 我们说你好 韩语呢 是 你好 就是你好 就是你好 的意思 初次见面打招呼的用语 然后如果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呢 朋友的关系 或者是 就是一般的 不需要什么尊敬的 我们已经很熟 很熟的关系的话 那怎么说呢 直接说个 安妞就可以了 对吧 安妞 然后当时分开的时候呢 也是说 安妞再见 它有这两层意思 但是单 单说一个 完整的 安妞 的时候呢 它就是 您好的意思 名字是什么 你的名字是什么 问对方 你叫什么 对吧 我是史蒂夫 是我的意思 其实是我的一个牵称 是人称大名词 我 一个牵称 那牵称 我自己的牵称 那就是对别人的尊敬了 是吧 对 它属于一个敬语 我是史蒂夫 一会儿呢 我们也会详细的学到 这个关于 表示肯定的终结语尾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接着 斯蒂夫 是哪个的意思 联系地的语尽 联系地的语尽 是国家 你是哪国的 사람 人 어느 나라 사람이에요 저는 미국 사람이에요 我是美国人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만나다 是遇见见到的意思 반갑다 반갑다 是高兴的意思 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鱼尾 我们后来会学到 ASO,OSO是表示 两个动作的衔接 衔接两个前后的动作 见到了 所以高兴 就是衔接前后两个动作 然后史蒂夫说呢 这个 是表示肯定的回答 相当我们还有说 当然这里我们就不用说 是的,我很高兴 就说见到您 我也很高兴 就可以了,对吧 这里呢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我也很高兴 就是我们说的那样 见到您我也很高兴 怎么说呢 저도 반갑습니다 만나서 저도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刚才我们学过 저是我的意思是吧 저도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반갑습니다 取代了这个 네 就是说如果不说这个 네 然后我说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저도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这样说就可以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从头到尾 把这个课文再看一下 안녕하세요 이름이 뭐예요 저는 스티븐이에요 저는 스티븐이에요 스티븐 씨는 어느 나라 사람이에요 스티븐 씨는 어느 나라 사람이에요 저는 미국 사람이에요 저는 미국 사람이에요 많아서 반갑습니다 많아서 반갑습니다 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或者是 저도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저도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 그文的 한국人的发音 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这个呢就是韩国人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大体的说话的大体语速了 其实呢在生活中呢 韩国人说话的速度 远比这个要快 大家呢在初学阶段呢 其实更重要的是 掌握他的发音 发音要准确 然后掌握他的一些语调 和说话的感情色彩 初学阶段呢 其实以这个速度 说慢一点也是无所谓的 然后再多练习 嗯,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几课我们要学习的单词 首先是第一个 이름 이름 对吧 刚才口容中也出现了 是名字的意思 名字 취kop 취kop 职业 뭐 뭐 什么 是个代名词 뭐 什么 학생 학생 学生 曾经 您 曾经 您 老师 회사 운 회사 운 公司职员 上班族 배우 배우 演员 카스 카스 歌手 初步 初步 主妇 家庭主妇 의사 의사 医生 控裁 控裁 警察 기사 기사 是记者的意思 看好多词呢 其实听起来呢 跟我们中文汉语的发音很像是吧 嗯,这部分词呢 在韩语中呢 占到好大了 一部分大概是 呃,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百分之七十左右 这些词汇呢 被称为汉字词 对 其实呢 韩语就是根据汉语 呃,然后发明创造的嘛 他之前呢 在出现韩文之前呢 都是用汉字来进行标记的 然后世宗大王呢 又发明了韩文 嗯,所以说这部分汉字词呢 对大家 记忆韩语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他的汉 汉字词的发音和汉语非常相似 嗯,好 那我们再把这些单词给 嗯,从头到尾再说一下 读一下 이름 이름 직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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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뭐 뭐 학생 학생 선생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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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회사원 회사원 배우 배우 학생 학생 ohne 疅多 학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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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单词是一些国家的名称,是国家的名称,表示国家的一些名词,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国家的意思是什么呢? Nala,Nala,怎样读呢?Nala,国家,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韩国,韩国,韩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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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俄罗斯, 日本,日本,日本,美国,美国,美国,越南, 베트남, 베트남,埃지, 이집트, 이집트, 몽골, 몽골, 몽골,德国, 독일, 독일, 法国,プランス,プラン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豪族,豪族,好,一样的这些国家名词好多意思,发音给我们汉语的很像是吧,像韩国,中国,日本,这都是汉字词,或者是外来语,嗯,罗斯亚,看这样就属于外来语,就是不是根据汉字的发音,跟汉字的发音不一样, 但是跟英语啊,或者是法语,这个发音很相似的,或者是直接音译过来的,那这些词就叫外来语,好,我们再从头到尾,从头到尾再读一下, 捷律, altern方式,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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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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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usha, 일본, 일본,日本,日本,米国,米国,美国, They from the world, vegnath, pre',及az, ik Luna,河, Brazil, 中国 德洛 Fisher 法处 德洛西 法住 我就 好 单词也是比较多的 还是需要大家回去多多的记忆 多多的练习来读 多读 一定要多读 做多读 对词汇学情 读 对词汇学情是非常有助于大家记忆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到的语法 首先是最基本的一个语法是什么呢? 表示肯定的一个终结语尾 表示肯定的终结语尾 顾名思义呢,它就放在句子最末尾 因为它表示这个句子的终结结束 而它是加在了名次的后面 我们看一下 看怎么用的呢? 名词如果是有韵味的时候呢 加以语尾,比如说 那我说是学生 是学生是吧? 因为它有个韵味,有韵味对吧? 所以加的是以语尾 那没有韵味的时候呢,直接加也有就可以了 比如说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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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医生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看一下几个句子 首先是第一个 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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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会有中心 我们会有同学 现在或者是学生 医生 混 happened 我会有这些需要吗? 我会有分装 所以直接加了 以语尼 我会有的 我会是致的 我会有的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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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我想想想想想想看 没有韵味 就是单独的一个词 没有韵味 单独一个字 没有韵味 所以说加的是 你是记者吗 王丽西呢 家庭主婦也有 王丽西呢 家庭主婦也有 王丽呢 他是家庭主婦 他是个家庭主婦 家庭 我们前面学过的是 主婦对吧 主婦 然后前面加一个 家庭 对什么意思呢 家庭 对家庭 家庭主婦 直接说主婦也可以的 你说王丽是家庭主婦 好大家我们来读一下 中国人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中国人 저는 회사원 저는 회사원 기자예요 王丽西呢 家庭主婦예요 王丽西呢 家庭主婦예요 好的 这个不难理解是吧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语法 是一个补助词 是一个助词 就是放在了名词的后面的助词 是吧 是放在名词的后面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名词是这个句子中的主语 就是说加在名词后面构成主语 我们看一下也是根据有无韵味而加的形式不同 有韵味的时候呢 这名词有韵味的时候加 嗯 没有韵味的时候呢 加 嗯 我们看一下 嗯 嗯的句听法 曾经您 您是有韵味的 所以加了一个 嗯 嗯 对吧 然后 我 我 294 你 我没有韵味 所以直接加了 好 我们通过句子来具体看一下 先生 你们韩国 사람이에요 老师 您是韩过人吗 韩国 사람 嗯 前面老师 最后一个 字是 您 它有韵味 是吧 所以加了 嗯 然后第二个 中国有韵语,所以加了N, 是非常狠的意思, 是大的, 这是涉及到一个形容词做修术语的一个变形, 也是加了N的一个变形, 所以变成了K,本来是K的, 这个今后,后来呢,我们会有详细的讲到,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对吧?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没有意味的情况呢, 王华是警察, 是加在人民后面, 加在人民后面表示对这个人的称呼, 称呼人的时候喊某一个人的时候用到的一个词, 王华是,所以他没有意味, 所以加了N, 是警察, 我是歌手, 没有意味,一样的没有意味, 所以加N, 好,我们把这几个句子再读一遍, 선생님은 한국 사람이에요, 선생님은 한국 사람이에요, 중국은 아주 큰 나라예요, 중국은 아주 큰 나라예요, 왕화시는 경찰이에요, 왕화시는 경찰이에요, 저는 가수예요, 저는 가수예요, 回去呢, 语法呢, 也是需要大家多把这些句子其实熟悉一下, 然后再理解一下, 就很, 很有注意大家来理解这个语法, 回去还是要多加的, 多多的练习, 复习巩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语法的一个小总结, 就是我们第一次学接触韩语, 或者是初次接触韩语的系统化的学习, 针对语法呀, 或者是词汇的一个初步的总结,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呢, 韩语, 韩语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表音文字, 那它的基本句式又是什么样子呢, 它跟汉语也是一样吗, 汉语是表音文字, 我们知道, 韩语呢, 它是表音, 因为它就是每一个因素组合起来的发音的, 是吧, 所以说那它的句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基本句式是, 嗯, 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 主语, 兵语, 位语, 跟我们的主, 位, 兵不一样是吧, 它是主, 兵, 位, 对, 就是动词形容词呢, 做的是兵语, 就是相当, 啊, 位语, 相当于我们汉语中的动词形容词这部分, 然后, 主, 兵, 位, 这个形式, 比如说动词形容词放在句子的最后面, 嗯, 看一下, 我学习韩语, 我主语, 空不和他学习, 位语, 对吧, 动词, 韩国语, 韩国语, 兵语, 嗯, 像我们说的是中文, 比如说就是, 我学习, 韩语, 主, 位, 兵, 还有英语是, 然后它呢, 韩语呢, 是主兵位的结构, 嗯, 好, 在下一个呢, 是主个注词, 像, 嗯, 主个注词, 恩, 以及呢, 表示肯定的中介语尾, 同样都是加在名词后面的, 一, 也有和也有, 他们都是按照, 呃, 英语的有无呢, 而选择正确了, 而加的形式不一样, 呃, 为什么这里要强调出来, 把它单独拿出来总结呢, 因为, 我们后来会学到很多的注词, 还有语尾, 中介语尾呀, 连接语尾等等, 好多的这些鱼尾注词呢, 都是根据前面一个词的词干, 有无韵伪, 而加的形式不同, 所以说大家呢, 要记住说, 啊, 含语有这样一个规则, 就是说, 要看它前面的词干的, 哦, 韵伪, 有没有韵伪, 而选择后面不同的形式, 鱼尾的, 像注词或者鱼尾的形式, 词干是什么呢, 像动词词干, 动词词干, 比如说我们说, 哈达, 把那个达去掉了, 它前面这个部分, 这个字就是词干, 刚才我们说, 空不哈达, 那空不, 空不哈, 空不哈把达去掉, 空不哈, 它的词干是哈, 嗯, 好, 所以说我看一下, 第一个, 主歌诸词表示, 嗯, 主歌诸词, 恩, 恩, 我们看一下, 它有韵味的时候呢, 先生, 你们, 韩国沙拉米耶哦, 有韵味的时候加, 恩, 同样的, 伊耶有, 也是沙拉, 有韵味, 所以加了伊耶有, 如果没有韵味的时候呢, 马里, 是吧, 没有韵味的时候, 主歌诸词又用到, 恩, 同样后面的, 后面的中级语尾呢, 没有, 没有韵味的时候, 前面一个词, 最后一个字, 没有韵味的时候, 加耶有, 这样子, 嗯, 其实掌握了同样的规则的话, 让后面掌握了好多, 对于掌握了好多的其他的知识呢, 是很容易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先生, 你们韩国沙拉米耶哦, 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听到, 韩国斤, 这样也可以说的, 韩国斤, 沙拉米就是韩语的固有词, 就是韩语, 它不是汉字词, 我们看一下, 韩国斤, 因是人的意思, 所以这个都是汉字词, 韩国斤, 中国斤, 老师, 韩国人, 中国人, 对, 这是人的意思, 韩国斤, 中国斤, 美国斤, 这样也是可以, 好, 最后呢, 我看一下, 分写法, 分写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韩语中呢, 每个词与词之间, 或者是词组, 或者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词速, 语词速之间呢, 它要空格来写, 嗯, 具体什么意思呢, 我看一下, 从人, 中国, 差了秒, 从人, 这个词呢, 这个代名词, 名词从我, 后面它要加注, 注词能是吧, 所以它这个名词和注词是作为一个单位的, 是作为一个词单位, 词的单位, 它是一个整体, 中国, 中国是一个单词是吧, 差了, 差了, 也是一个单词, 但是它是作为一个放在去末了, 所以后面加的是终结语尾, 最后一个名词, 又和终结语尾相连, 它又是成了一个单位了, 所以说这样的词与词之间, 或者词与单位, 或者是单位与单位之间呢, 要空格来写, 一样的, 看它那样也是, 名词加一个注词, 然后名词也是加一个注词, 宾格注词, 然后空格还没答, 就是每个词的单位之间, 或者每个词与词之间, 词速之间呢, 它都是要空格来写的, 这就是, 这就是韩语的分写法, 这个大家在写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能像我们中文那样, 全部连在一起来写, 好, 这就是我们初学韩语呢, 要了解的, 要了解到的一些知识,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说的练习, 就是相当于练习我们的一些口语,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 会经常说到的一些绘画之类的, 然后首先看一下, 我们通过的第一课的内容, 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说的练习呢, 就是让大家说说看, 嗯, 自我介绍, 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是自我介绍的意思, 看怎么, 怎么做自我介绍呢, 其实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还是很多的是吧, 像第一次与人见面了, 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或者是新学期开始了, 在课堂上呢, 老师会要求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是吧,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要跟, 对方或者跟在座的大家打招呼, 是吧, 怎么说呢, 对我们学到的第一句话, 安妞哈西哟, 安妞哈西哟, 嗯, 大家好, 或者是你好, 如果前面是有好多人的话, 那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如果只对一个人来说的话, 那就是你好的意思, 对吧, 嗯, 但是他都是用的这一句话, 安妞哈西哟, 然后呢, 说接着说, 接着是, 就是说, 我是谁谁了吧, 我是王莉, 我是王莉,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学生, 也哟, 我是学生,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嗯, 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把我们前面学过的课文的内容的, 课文的内容其实简单的, 再这样子说一下而已, 对吧, 嗯, 안녕하세요, 저는王莉예요, 저는中国 사람이에요, 저는 학생이에요,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嗯, 학생, 其实这样, 嗯, 학생, 那我们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职业, 是吧, 의사, 회사원, 嗯, 根据不同的场合来换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说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 回去呢, 大家呢, 嗯, 也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其实就是要练习大家, 说的这个能力, 嗯, 多练习多说的话, 就慢慢的变得熟悉了, 好, 变得熟练熟悉熟练,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呢, 我们要做一个拓展的学习, 拓展学习呢, 就是加深大家呢, 对前面所学知识的, 嗯, 理解和巩固记忆, 嗯,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超, 超, 嗯, 已经出现过了一个单词, 是吧, 这个也是要求大家, 回去合理的安排时间, 把这些单词, 尽可能的把它记下来,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是, 汉字呢, 它就是汉语中的是, 就表示什么什么是, 加在人民后面, 嗯, 表示对人的称呼, 称呼一个人的时候, 要喊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说王华, 王华系, 就这样说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会经常用到的, 哪些的表达方式呢, 通过我们, 嗯, 第一节课中学到的, 这些简单出现的词, 我们可以做哪些, 嗯, 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表达方式, 首先呢, 嗯, 当然就是, 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 说您好, 对吧, 安妞하세요, 安妞하세요, 嗯, 然后对方也说, 嗯, 你好, 安妞하세요, 下一个, 然后就会问到, 你叫什么名字呀, 이름이 뭐예요, 이름이 뭐예요, 王立也요, 那直接说, 我是谁谁就可以了, 王立也요, 王丹也요, 嗯, 这里面呢, 有韵味和没有韵味的时候, 他选择的中介语味, 也有和, 也有和也有, 对吧, 没有韵味的时候, 直接加也有, 有韵味的时候呢, 加也有, 好, 然后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 那接着我们一看问, 你职业是什么, 你是做什么的呢, 你是做什么的呢, 然后怎么说呢, 我还是学生呢, 我是学生, 或者是比较完整的说, 我是医生, 或者说, 或者就说, 王立你的职业是什么, 你是做什么的, 或者把这个人名省略也可以的, 直接说, 职业是什么的呢, 好, 这下一个, 我哪个国家的人, 你是哪个国人, 我哪个国家的人, 然后最后呢, 做了简短的, 自我介绍之后呢, 简短的, 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呢, 然后就是说, 很高兴见到你, 然后这样就应该是分开了, 是吧,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然后对方也会说, 那我们也应该说, 你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 만나서 저도 반갑습니다, 或者是, 저도放在前面可以, 저도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都可以的, 都是也的意思, 也, 저도, 我也高兴, 嗯, 好, 我们把这些单词, 还有常用的表达方式, 再从头到尾读一下, 저, 저, 이름, 내, 내, 어느, 나라, 나라, 사람, 직업, 직업, 시, 시,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些单语的表达方式, 表达方式, 表达方式, 一些机形, 안녕하세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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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름이 뭐예요, 이름이 뭐예요, 왕리예요, 왕리예요, 왕단이에요, 왕, 왕단이에요, 직업이 뭐예요, 직업이 뭐예요, 왕리 씨는 직업이 뭐예요? 학생이에요. 저는 의사예요. 어느 나라 사람이에요? 저는 중국 사람이에요. 많아서 반갑습니다. 많아서 반갑습니다. 네, 많아서 반갑습니다. 저도 많아서 반갑습니다. 음,好,这些呢,回去, 还是大家,还是需要大家回去呢, 自己多读,多记,好吗? 好的,最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韩国的一个小的文化常识, 一个小文化常识,是什么呢? 在韩国是如何称呼别人的? 其实刚才我们在词,词汇, 还有刚才这个表达方式中也学过了,是吧? 是一个西,就是人名后面加西, 就是表示对对方的称呼, 王丹,王华,王丹西,王华西, 천수西,这样子, 嗯,但是呢,在称, 用这个西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有, 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它不是说所有的人称名称, 名字后面都可以加, 它呢,主要是上对下, 或者是同辈,或者同阶之间才可以用的,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都是朋友之间, 或者是长辈对晚辈, 或者上司对下,下级可以用的, 但是反过来呢,就不可以了, 嗯,所以说呢, 大家呢,在用这个西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嗯, 好,今天呢, 我们只要是学习了, 啊, 啊,见过韩国一的第一节课, 嗯,大家学的怎么样呢? 在今后的课程呢, 可能大家还会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单词, 词汇呢, 单词, 还有语法, 哦,其实学习这套课程呢,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系统化的学习, 嗯,那这个呢, 学习方法也很重要,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大家呢, 需要自己回去, 充分合理的安排, 利用时间来学习, 复习,嗯, 好吧, 回去呢, 大家也是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点, 多多的巩固, 复习一下, 好吗? 嗯, 那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